在1986年,一個著名的設計師出冤譽 遇上一位初出茅廬的小伙子 當他問這位小伙子機設ZZ高達的感受的時候 這位小朋友說,我不太認同這個設計 後來這位朋友慢慢成為了一個對大家影響深遠的很厲害的機械人設計師 他的名字叫做Katoki Hatsime 換墨三分鐘,看了才開工 1963年,在棋獄縣出生的Katoki 他可以說是雜白加於一身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同仁治的畫家 他的作品是涉及了高達 或者是很多不同其他機械人的作品 聯邦先鋒戰Gundam Sentinel 是繼NSV之外 另一套是無需要有動畫去支援的一套作品 可以推出產品而是大受歡迎的 在1991年,Katoki正式被徵召參與高達的OVA動畫 機動戰士高達0083,Star Ducks Memory,星塵回憶的製作 大家知道這套動畫的機設就是來自何森政治老師 包括有GP01,GP01FB和GP02 但是Katoki認為何森政治老師的設計比較fashion 對於他認識所喜歡的工業學的設計 似乎有大相敬庭的感覺 所以他決定將他對工業學的認識 以及宇宙船的一些設計format 放進去他一個畫時代的設計 就是CP03 Dendrobium 一個具有宇宙船的感覺 也有一個非常強軍事武器庫的畫時代設計 而至今這個產品也成為了HG系列的 其中一個最賣得的產品 1993年,Katoki正式成為主設計師 負責機動戰士Victory Gundam 即是大家所認識的V高達的兩個機械設計 包括V Gundam和V2 Gundam 可惜這個設計除了得到原作者副野柔柔桂的賞色之外 似乎就得不到大眾的認同 甚至被粉絲認為是一個只不過是抄舊高達 元祖高達的形象或過度裝飾 加上銷售上的成績不太理想 所以Katoki被拒絕了參與Turn A Gundam的工作 不過蔡翁失馬焉之飛福 因為Katoki最強項是二次創作 同年Katoki也參與了機動警察Pat Labor2的電影設計 將出院預所設計的機設變成非常軍事化 另外亦很罕有地參加了 從本寧是一個作品The Copy 參加二次大戰的戰機設計 另外亦很生命地幫一套美少女動畫 銀河少女傳說Yuma去做這個人設 在1994年Katoki被動畫大導演金川昌雲看中了 邀請他參加機動武鬥轉G Gundam的設計 除了大學元邦南所設計的所有高達之外 大家不知記得他所設計的Master Gundam 《風林火山》和《Defo Gundam》是多麼震撼 在這件事之後 亦都成為了業界和動畫界和模型界的話題 而有人是這樣開始 Katoki開始了他四分一世紀的高達設計人生 Katoki在他的機體設計上 除了專注在工程學和動力學之外 他亦都會專注作品的一些元素 在新機動戰技Gundam W永恆的華爾之中的 Wing Gundam Zero Custom 以及另外那四部機體 其實主體是為了吸引女性觀眾而設 而設計了一個這麼美倫美換的飛翼機體 另外在接下來的一些電腦戰機 Virtual On這個遊戲裡面 亦都是他曾經放了很多不同工業學的想法 因為當機械人活動的時候就會有這個設計 在大家打遊戲的時候就發現到 可以操縱一個機械人的感受 而在Virtual On裡面 一個女性機械人名字叫做《飛燕》 亦都是Katoki的一個突破性的設計 大家可能會記得在機動舞鬥轉裡面 亦都有另一個女性的高達機械人 叫做《Nobo Gundam》 亦都是他本身一個很喜歡的設計 在1995年 Katoki設立了《Gundam Fix》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除了是本身 他將自己的插畫放在各村出版的 粵刊動畫雜誌《尿梯》裡面 在每月連載之外 亦都設計了很多不同的二次創作的高達 將這個高達原本的設計 重新來定一個感覺 是一個Katoki的版本 而這個《Gundam Fix》 亦都成為了日後出了很多不同的MG 或者是超合金產品 直到現在差不多已經超過有100款不同的產品 Katoki一直的機體設計備受推崇 在很多不同的作者都成為了他的粉絲 包括大家認識的 《騎哩哩君曹》的作者吉提觀音 另外大家所認識的《機動戰士高達UZ》 裡面的小說作家福井晴文 也是他的粉絲 特別是福井晴文 他是堅持一定要指定 由Katoki幫他設計《機動戰士UC》這個系列 當他看到獨角獸出現的時候 他已經認為我寫這個故事 就是想看到這個高達出現 Katoki的產品已經佔了不同不同的範疇 由他第一個MG Version KA開始 至到現在每一個Master Grade的模型 只要有Version KA這個品牌 就會成為非常受歡迎的產品 在今年一個網上平台銷售的目錄裡面 十大的MG產品裡面 排第一就是最新的MG EX獨角獸 另外新安州和Double Sector Gundam 的Version KA設計也是十大裡面 而Katoki設計有一個叫做Katoki站姿 也是一個展示機械人設計 非常之生命和好看的顯示方法 在大約三十年前 小弟有幸認識了Katoki本尊 一個很有趣的 當時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當時我參與了一些動畫工作 認識了一班日本的朋友 而那一班日本朋友 就是帶了剛剛出道沒多久的Katoki出來 我們一起去吃飯 認識了他 後來這班朋友帶了Katoki來香港 我帶了他們去看黃飛演唱會 他們非常之開心 後來我回到公司 沒多久之後 我突然收到一個很大的禮物 在這個禮物裡面 我打開箱 發現裡面有很多不同的0083的手板模型 全部都是Katoki設計 而裡面Katoki也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的插畫給我 作為多謝我招呼他們在香港玩的經歷 過了幾年之後 我在日本參觀Katoki所主辦的Gundam Fix畫展 當時他已經是大夢人 我們相見的時候 都是需要約時間見面 我最記得我送了一個皮的袋給他 不過他竟然看中了我太太帶來的一個植木計算機 Katoki成就之路一點都不簡單 不過他對設計的初心一點都沒有變 在Gundam Fix這本書裡面 他有提到他對機械設計的忠誠 他對高達的愛好 就是認為當他在街上見到高達出現在面前的時候 會是怎樣樣子呢 Katoki是希望能夠將自己二次創作 給大家欣賞到原本機體的魔力去欣賞他 這也是Katoki一直到現在對於二次創作的中心 我們認為Katoki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設計家 不只是二次創作 他的概念也是非常之強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自己的機械 如果變成真的話會是怎樣呢 Katoki就是帶給大家這個空間去想法 多謝大家,我是KeyMan 衷心感謝大家超過一年的支持 希望可以課金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製作更多好的節目給大家看 多多支持